今天凌晨一点 刘亦菲发表了一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微博 内容只有呵呵搭 高冷饭的刘亦菲做出这么无厘头的事情 自然够劲爆 刘亦菲的大名也早早地挂在了热搜榜上 吃瓜群众都想补补客 微博下面的评论区里 排名第一的评论竟然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的那条 事情的起因是陈金飞的新欢杨彩玉点赞了一条刘亦菲的非料 内容是杨彩玉是刘亦菲的接班人 陈金飞是什么人跟他们两个的关系 只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么多年刘亦菲跟陈金飞的关系都是真真假假 他这么一赞啥都实锤了 怪不得刘亦菲亲自下场思 杨彩玉这么做算是碰触了刘亦菲的禁忌 两人确实也有几分相似 看来陈金飞的偏好还是一贯的 刘亦菲跟这么一个以伺候老男人为荣 又急于出名的主搭上关系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毕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和陈金飞的爱 芳华火了 但是其中的他却还是无人问津 再补拼一把就又凉了 虽说可以时不时出来跟陈金飞秀恩爱增加热度 不过 谁又能够一直对二大夜的女朋友感兴趣呢 这次拍芳华 要不是带钱进组 哪里有他的份儿 钱出了 但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现在的状态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吧 这次拍芳华